每日邮报报道,莫里尼奥消极的情绪,让曼联球员受够了,曼联惊吓得美国之行并不顺利,木帅消极的情绪,让球员和工作人员不安。 近日他呼吁马夏儿在孩子出生后起快归队,这尤其让俱乐部官员担忧。 居西球员在木帅身边小心翼翼,一名球员为了不惹恼他,要求提前结束采访。 一名消息人士称,木帅的情绪让这个美国之行显得非常低落,他显然不满武德卧德,其他人都因此遭罪。 还有一名消息人士称,部分球员认为他的行为令人疲惫,木帅不满意现在残缺的阵容,而且点名批评了马夏儿和瓦伦西亚。 这让球员感到震惊,木帅关于美国行和伍德卧德的言论很可能导致他和高层的直接冲突。 本周一,博彩商已经最看好,他成为英超第一位下课的主帅,在和老东家广马的比赛前,他并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。 字幕——YK